我问了 我说其实今天面对着郭沐瑶你有没有什么压力 刘雨彤非常的谦虚 说什么呢 说郭沐瑶也是一名非常优秀的中锋 没错 可能对位起来确实会有一定的压力 但也会进最大的努力来发挥 而且其实郭沐瑶也是一个新生 2001年的 2001年的 其实我们之前说大宝贝也很小 两个人都是小将 就对他们来说 大宝贝是出征到COBA的第二年 郭沐瑶是第一年 其实刘雨彤对他来说 可能就是他有多一年的一个经验 但其实两个人都真的是新兴后期直选 我觉得是未来的希望 你看清华大学这边的晋级柱 其实也是一路顺风顺水 并且他们的三分球的表现 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 有这三分余下的 而且在昨天那场比赛当中 我记得应该是命中了十几级三分球 十七级 我记得非常重要 十七级 这个顺着这个话往下说就是什么呢 清华大学有一项数据非常的惊人 在他们这一届比赛 一共打到现在打了六场比赛 他们场均能够出手 41.7次的三分球 我的天哪 对 场均出手42次三分 所以说就是在外线 清华大学非常依赖于三分球的投射 也非常依赖于这个手感 而且我觉得可以跟大家来 就制造一个悬念吧 就是我们今天开场 清华大学这个三分球的手感 能不能投出来 也是非常至关重要的 是的 说了两队的情况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两队的重点球员 进入到今天的球员 星聚焦的环节 先客后主 让嘉诚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北师大这边 你选出来的星聚焦球员 好嘞 那得命啊 我这边呢 选到的北师大的 这个星聚焦的明星球员呢 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 大宝贝刘宇彤 刘宇彤呢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了嘛 在去年呢 他第一年加入到北师大 就已经是帮助着球队 又拿到了一个金篮板 而且呢 其实刘宇彤呢 他在31号 对战到山东旅宫的比赛当中 也是一战拿到了32分的 这样一个高分 他现在场均呢 是可以拿到18.7分 5.9个篮板 而且他还可以场均拿到 一个盖帽的这样一个成绩 刘宇彤呢 被称作是北师大的一个奥尼尔嘛 所以说在内线的 整个的这样一个杀伤力 我相信在联盟里 真的是屈指可数 无人能挡 是的 这个感谢佳琛的介绍啊 我来说一说 清华这边今天选出的 星聚焦球员 我选择的是清华这边 绝对的核心后卫 宋科欣 是 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 宋科欣嘛 宋科欣 先跟大家比心 为什么选宋科欣呢 我有几个理由 第一点就是 这是清华大学绝对的核心 为什么说是绝对的核心 因为其实清华大学 虽然是依靠着外线的手感 来打开局面进攻的球队 但是一旦当球队外线手感冰冷 并且球队进攻 遭遇到了困难的时候 宋科欣通常是一个人 把球队进攻的压力 扛在自己的肩上 没错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是什么呢 就是困难时刻显身手 今天这场比赛 对于清华大学来说 一定不会像之前的六场 那么的容易 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 场均11.5分 10.3次助攻 5.2个篮板 4个抢断的宋科欣 就是我选择的星聚焦球员 其实我们今天选到了两个球员 也都是可以在 球队困难的时候 可以扛起大杆 扛起重刃的两个球员 是的 我们现在跟随着我们的镜头 马上要进入到现场 在进入到现场之前 再多说一点 清华大学这边 希望今天能够稳扎稳打 发挥自己外线手感的优势 打出快攻 然后北师大这边呢 嘉宸 北师大这边 其实我觉得对他们来说 更重要的就是 第一做好防守 其实我们都知道 你像宋科欣 他这个突破的速度也很快 所以对于宋科欣 就要有一个针对的防守 那我们前方的信号也已经来了 让我们先一块来看看现场吧 好 让我们进入到现场 来看一看前方的比赛情况 哇我们看到了总决赛女子 就这几个大字就非常的醒目了 是的 这是我们第二十二届中国大军人篮球 一级连赛女子组别队中的决赛了 是的 刚刚也是在赛前跟大家说了 很多这场比赛的看点 其实嘉诚一直在说的 这个北师大的刘玉彤 也在说进攻端无解的状态 其实今天好像我也有问这个宋科欣 我说怎么办 这确实内线 对方内线的一大杀气 怎么防 他说这个郭武尧呀 肯定是主防对象 这个跑不了 但是呢谁离得近 肯定要进行协防的 你想靠一对一的防守 防住对方 让一个内线的大部分好像是困难 而且今天我们也能看到吗 整个大宝贝的这样一个身体素质 是非常非常棒的 而且呢 他不仅是个高 我们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他两米零一 两米零一 对可能说很多的朋友们 还不太了解大宝贝 所以说我们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他们的一些相关的数据嘛 对吧 那当然了 其实我觉得我们也不能光滑目光 仅仅聚焦在某一个球员身上 是的 其实我觉得呢 对于说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这个总决赛赛场 两支球的每一个队员 都非常非常地至关重要 是的 我们每进一个球 可能说对于球队来说呢 都是至关重要的一球 我觉得反正清华这边呢 今天还有两个人物比较关键 一个就是施明延 一个就是孙家文 这两个人每一场比赛 有着这个加一起嘛 就是小十颗三分九的贡献 所以这场比赛 就是外线手感发挥的如何 一定会直接决定 清华大学在进攻端的表现 嗯 那现在就是球员啊 也真的够香的家人打气 你看刚才又看到唐子平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唐子平现在这个发型 是非常的完美 而且这个刘海也非常的好看 等他 要打一会儿了 对打一会儿了以后 这个刘海非常的凌乱 但是他得分数据就变得更漂亮 是的 黎晨南主教练 这两个大学主教练 黎晨南啊 嗯 你知道也是比较佛心这个这个 是的 这边清华大学的学员 马晨大罗纳 这两个球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打球的人非常多 哎 有一点就是人情皆兵的一个感觉 哎 感动深度也很深 哎 两支球队基本上每场比赛 都是12兵球员上场 嗯 而且呢 其实对于清华大学来说 他们今年因为 呃 也是去年像这个老姐 马家营 嗯 还有这个杨沉洪 退了 他们都退了 退了以后呢 其实对他们来说 也是很多的新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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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国歌奏唱完毕双方职员相互之意啊 刚刚也是看到情华大学这边的主教练 董职员董指导 在场边也是临阵一带啊 是是是 我们看到其实每一次看到这样一个 所有的姑娘们啊 一起为互相加油的这个场面 我都觉得特别的感慨 是的 就是无论如何把这两支球队 马上将在开始的40分钟的比赛当中 为了自己今年可以获得的至高荣耀 发起最后的冲击 没错 而且这一份荣耀对于两边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谁都不会在这一战 最后的这一役放轻松 因为我们现在也是一场定身后 一场定身后 所以说这场比赛还是非常重要的 你感到那也是我们的主教练的朋友 主菜 主菜 主菜和编赛 辛苦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 把他与我们这一次COB比赛的支持 包括你们后边的准备啊 确实是我们比赛有力进行最坚强的依靠 没错 而且特别是在这样一个疫情之下 也非常感谢吧 各位可以在这个时候也选择加入到我们COB的大家庭当中来 是的这场比赛北市大这边身穿的是红色的比赛服 然后清华大学这边身穿的是白色的比赛服 双方的教练员还在对球队和即将上场的球员做最后的叮嘱 这个时间点啊 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给你喜爱的球队 喜欢的球员 加加油 祝卢威 没错 在云端的力量 一定他们能够听到在场上感受到 其实我们说啊 就游的时候呢 大部区有些朋友就说 我在这加油 他们也听不见啊 这是空场啊 但其实我跟大家说啊 这真的是有一种玄学 也许说呢 就真的能感受得到 来看一下两边的首发阵容 先来看北市大这边 李庄飞 张景怡 穷中余 唐梓婷 还有刘宇童 比较常规啊 没变 比较常规 今天唐梓婷和穷中余啊 估计也会给清华带来不少的麻烦 是 再来看清华大学这边 宋科兴是明年 苏元月 孙嘉文和郭沐瑶 孙嘉文和郭沐瑶他俩都是新人 是的 包括孙嘉文今天应该也是 北市大这边会重点低防的对象 因为孙嘉文外线这个三分啊 包括得分的爆发力实在是太吓人了 没错 今天两支球队啊 你们看这些姑娘的最后一场比赛 卯足的劲啊都是 这样一个紧密的一个赛程 对他们来说呢 其实压力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基本上 就与北市大来说 可以说一天一战 秋华这边好像还有一天 中间是休息了一场 休息了一场 而且这个赛制之前呢 那个我们说问大宝贝 这个赛制是怎么样的呀 他说我们再上去 他们再下半去 然后他们下来跟我们打 我们下来跟他们打 其实说起来非常轻松啊 但是每一天面对这样高强度的比赛的压力 对每一个这样的女篮的运动员来说 他们承受的压力是可能我们常人想都不到的 是的 因为作为一个解说员我了解到了他们在这场比赛对后的付出之后 其实我比他们还紧张 没错 因为我特别希望他们在场上能够有百分之百的发出的表现 然后能够对得起他们之前的一些付出 对付出的努力汗水 但是竞技体育嘛究竟如何还是要在场上说了算 这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各位千万不要走开啊 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到底是清华大学四年三冠还是北师大 成功未典 未典 这场比赛交点支撑 问题和运动你看这边还是 比赛开始 各位观众朋友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时候优酷体育为您带来的2019-2020赛季 中国大学生女篮总决赛 清华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的比赛 本场比赛之后威权和嘉陈为您带来的解说评述 COBA顶级合作伙伴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为COBA注入满贯能量助力球员放弹去战 有球场就有准者 COBA官方合作伙伴准者体育 让每个热爱篮球的人都享受到专业的篮球服务 百年将心篮球 受出青春风载 感谢斯波丁对COBA的大力支持 好了 这个口播这么长念完了以后 我们看清华大学已经先进一例 来下了一个好机会 今天我们发现这千万两边都一样 千万不能失误 是的 一失误立马就有机会 空位了咱们出手 刚开场了 施名言场均出手12次三分九 并且有这41.9%的三分九名东西 非常的吓人 5比0 开场之后清华大学在决赛的舞台上 给了北京师大一个下马背 是 这刚开场这压力够大呀 足够好看啊 昂平这个能给 这里一个手对手 中心一 清华这边手联防又学防 给内线啦 大宝贝 这个球我觉得刘宇彤打中了 但是对于清华大学来说呀 手联防 郭沐瑶对上大宝贝之后 宋柯欣刚刚那球补得慢了 补得慢了 如果补得再快一点 防守效果会更好 你看又是一个人突到内线来 这宋柯欣的突破能力在联盟里真的是屈指可数 用刘宇彤的快奖 用刘宇彤的快奖 这个联赛他就任两个后卫的突破 一个是宋柯欣 一个是方敏 方敏也是去年一战成名啊 是 我们抽女科比 是72分啊 一战成名 致敬 致敬很远吧 来到内线之后啊 又是刘宇彤自己将这个球给放进 你看这开场之后的7比4 双方都是有特点啊 诶 这边 宋柯欣又来 我顶着人打进 而且宋柯欣的个人能力太强了 从开场的两分钟来看 双方场上的球员都准备到了100% 没错 而且我们感觉到啊 其实今天就能看出来 我们俩选的这个星聚焦 还真没选错 是 两边开局以后 成功的打开局面 都是有两边 我们刚刚选出这两位大开局面的 还是给到内线 你看 你看这次豹佳来得又很快啊 直接出手三分 应声入门 外线的球员给力 应该是李双飞啊 李双飞 这边又是三分运动 没错 宋柯欣再往里头奋提脚 这边好机会啊 知道到外面来 抱歉 应该是苏媛媛啊 嗯 其实我们知道啊 就是在刚开场的时候 球员们大部分啊 会选择放胆的去投 哎 在低阶这个时候可以去投 我觉得开场这两分钟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 在决赛舞台上 场上的十位姑娘啊 打得都很放肃 是 发挥了自己百分之百的 正确水平 没有能打得很紧的那种情况 可能也是 姑娘们彼此都非常的熟悉吧 精诚得比嘛 哎 是的 哎 两队也都是非常有底蕴的球队啊 看这个怎么给 躺平 好 往内线没给啊 嗯 给到内线以后 哎呀 船子太小了 是 清华这边打反击的机会 高度给的也不够 松柯欣 跳起全球 这球显心没有拿出 哎 其实我们发现啊 这刚开局就能感觉到 今天两边这个比赛 两边你看这个轮化 不是这个轮化 这个两边这个 这个节奏 对这个节奏 特别的快 这个转化 我跟你说家诚 我是觉得呀 今天清华有点啊 不想跟北市大落阵地的意思 嗯 看得出来了 只要是球在松柯欣手里 一定是坚决的推反击 对 坚决的推速度 而且就根本没想着说 我再给你落一下 我再给你防一下 对 因为 很坚定 落阵地之后 对方有一个刘宇彤 他知道这是他没有办法解决的点 是是是 所以能跑起来 速度对于他来说是十分有必要 哎 唐梓庭 三分球出手了 呃 没有进 这球又是给松柯欣 还是往前推 哎 现在所有的进攻啊 都是由松柯欣这边来发起 你看 就是松柯欣发起进攻的时候 对方的球员基本上没有落位 而且张静一其实你看他对松柯欣已经有了一个叮防 是的 但是感觉防不住啊 松柯欣刚刚节奏上的变化非常的漂亮 又是突进去拿到两分 13比7 开场就是清华领先四分 又失货 哦呦 清华这边四打二的反击 嗯 给松柯欣 给到那些漂亮 宋柯欣开场之后打的实在是太棒了 没错 不论是自己的这样一个个人的突破能力 还是说啊妙传啊 刚才给到松柯欣 都是让我们感觉到这个个人能力真的是无懈可疾了 并且清华大学开场之后投篮命中率7中7 全中了 天啊 百分百的一个命中率 对 李孙男指导赶紧就要一个暂停 因为整个开场之后北市大的节奏啊 全部是在清华大学这边 被动 被你牵着鼻子走的感觉 是的 跟着清华大学走 而这波节奏其实完全是孙可欣凭借一己之力来带动起来的 哎 啊 刚才崔柯欣也能看到啊 北市大这边非常依赖着 在外线现在还没有完全打开的一个情况下 非常依赖刘宇彤的一个内线的一个得分 是的 我是更加的认为啊 如果北市大想把节奏慢起来 看看是不是在赞平回来之后 能把球更多的在阵地战当中啊 交给李双飞啊 啊 像交给这个唐姐平啊 是吧 多拿一拿球 啊 不要在进攻当中那么急躁 因为在进攻当中是有24秒的时间能够让你去支配的 去利用的 嗯 你看其实刘宇彤 你看我们在这个 我现在在休息的时候啊 在这个战场的时候也能看到说 刘宇彤他也是在场上 你别看他平常在场上可能跑动的时候话不多 但是呢他其实坐下来的时候 他也希望说自己呢 可以躺起北市道这样一个 是一个leader 对 是一个精神领赦这样一个感觉 是 而且呢我们也知道 在这样一个高强度的比赛之下 非常需要有一个人啊 不论你说是灌鸡汤也好 怎么样也好 都需要有个人来带他们球队 喊一喊 嗯 啊 赞平回来 15比7 呃 我觉得其实大宝贝 对 大宝贝跟他也是坐着打的感觉 哇 进来了 再打进 这个 孙嘉闻吧 应该是孙嘉闻 孙嘉闻 其实呃 作为一个后起之秀吧 嗯 让我们感觉到也真的是 事不可疼 十分了 哎 这十分差啊 在这比赛刚开场还没过半呢 呃 对于北京师大的球迷来说 可能这是他们没有想到的开始 是是是 你看现在还是在依靠刘宇童的这样一个内线的得分啊 嗯 因为我们知道刘宇童这个点 至少现在来说清华大学是没有办法完全解决的 是无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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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没办法打开局面的时候 只能凭借刘宇童这个点 是的 呃 北十大这边的联防也是越防越靠外 哦 三分出手 哇哦 孙嘉闻啊 哎呀 这个个人能力 不论是自己的突破 还是外线的三分出手 真的是联盟里首居一指的后卫 开场打到现在清华大学得二十分里边有十一分是来自宋柯欣的得分 宋柯欣还送出了两次助攻 也就是十五分和宋柯欣有关 在这个时候其实比大家继续要调整一下状态啊 怎么给唐子庭来到内线以后 哎 造成犯规 对 其实这个唐子庭这个球啊造成犯规之后 聪明的 对于北市大学有好处的 嗯 就刚刚整体的节奏都是在清华这边太快了 对 可以落一落 哎 落一落节奏 把两个球稳一稳 场上球员们也都相互的交流一下沟通一下 对 而且对于唐子庭来说呢 他自己啊也可以通过法拉来找一下手感 嗯 唐子庭呢 他说今年啊也是和刘宇彤啊宋柯欣啊 还有这个熊忠仪 熊忠仪 他仨也是进到了这个奥运会的这个备战的队伍当中 非常值得骄傲 进到这个国字号的球队 没错 这个国字号的选手啊就是不一样啊 两罚全中 两罚全中 很稳 这对于北市大来说 其实这个时候啊 凭借这法拉来稳稳的要一个命中也是不错的选手 是的 先找分啊 嗯 九分的分差 呃 北市大这边的二三连房啊 房子非常的靠外 嗯 哎 这下给丢了 其实这个应该是我感觉给的太大了 是什么呀 因为刚刚这个北市大这边的二三连房房子很靠外 没有办法 郭沐瑶只能上题做掩护来接球 但是作为一个中锋在罚球线左右的侧应能力上 因为郭沐瑶毕竟还年轻嘛 在以后也有待加强 而且呢其实作为 刚登上COBA舞台的新秀来说呢 对于他们来说经验比赛经验不是很丰富 我房子民这边也想要一个中锋离 哦呦 松可欣这个跳的真高呀 这开场第一节 哪都是松可欣啊 还是要三分 我这个三分再再进的话 其实对于北市大来说压力震太大了 但是前场篮板球 让这个松可欣拿到之后直接给到郭沐瑶 加一篮板加一助攻郭沐瑶加两分 呃 北市大打的呀 这会儿在场上有点乱了 是是是 而且整个的这个节奏啊 是完完全全被清华大学在牵着鼻子走 这样大事不行呢 呃 这边还是想凭借着这个 呃 刘依童啊 自己来进行 投进啊 在这个篮下的一些机会 希望说这个三分啊 我们现在开不了的话 可以投两分 而且你有没有注意到维旋 嗯 今天在清华大学对于外线 对于北市大一个防守做的也是很刀 诶 是的 没什么机会投 呃 首先北市大呢 是从内线拿起 外线有机会在投 但是今天其实清华在防守端啊 也很明确 就是刘依童一对一单打没问题 嗯 但是绝对不让你内线侧应出给外线机会 把我打穿了 再亏速度 宋科欣好起来 宋科欣太快了 哦 还进 我的天哪 我觉得大家现在已经跟我们一样 我都感觉今天宋科欣的表现开场到现在无解完美 朋友们在弹幕上给宋科欣送科欣吧 真的是刷一波66好吗 朋友们 这也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前场球 其实现在我们发现啊 北市大这边呢 除了刘宇童 凭借着这个个人的在内线的这样一个无解的身体素质 得分了以后呢 你看唐子婷啊 包括说李双飞啊 今天其实手感还没打开 哎是的 没有特别多的表现 哎 所以说呢 其实我们在这个时候啊 更希望说北市大可以抓紧啊 把这个节奏给找到自己这边来 你看唐子婷 把这个篮板给倒下 非常关键 哎是的 刚刚也是石敏岩啊 处理的稍微有些急躁了 嗯 十三分分差 第一阶还有三分钟的比赛 是 内线有机会没有给 自己选择往里打 这球险些失误了 大宝贝拿到了拿稳了 哎呀 扫充犯规 是 刘智东 其实也是有点急啊 在这个时候 但我觉得其实北市大这个时候一定 要稳住心态 我是觉得啊 现在第一在防守端 我想说的是 北市大呀 一定要想办法把清华的节奏给降下来 嗯 无论是找人全场领防 跟着这个宋柯欣也好 还是利用快速回房也好 先把节奏稳下来 然后第二点就是在进攻端 一定要有更多的外线球员 能够给予刘宇童支持 不是说每个球都要打到刘宇童 从刘宇童来发起 而且你帮你发现 太累了 李双飞其实刚才在外线的几次跑动之后 他其实有两次 我注意到是有个空位可以投三分的机会 但可能就犹豫了 还是想稳扎稳打 稳扎稳打一点 给到内线 可能也觉得自己现在有一个落后的一个分叉 不敢投 宋柯欣又来了 突分到外边 十分岩 这周底角又有三分的机会 这周大帽 跑得很漂亮 轮转很快 来自熊仲仪的路线 是 熊仲仪这就是你看国字号球员 在关键时刻 场上真拼哪 这周不拼不行啊 现在北市大的球迷们 场上的球员们 都非常的着急 这样一个落后的一个状态 对他们来说 且开场呢 让清华大学完全拿到这样一个节奏 对他们来说真的不太有力 十名岩的半截篮 十名岩的三分都准得下人 更别说半截篮了 十四分了 这篮子太好了 太准了就是 就是这边要还击啊 嗯 李双飞 你看防守包真漂亮啊 这根本不给出手的机会 这球想撞前 但是在没有绕道的情况下 肯定是给大宝贝一个非常轻松的得分机会 刘宇彤在这一时候就是球队唯一可以站出来的人 但我希望啊 北市大这样一个人敬皆兵的一支老牌强队 可以在这一时候更多人站起来 哇 十名岩三分来了 我的天哪 我的天在第一 快告诉我 我也想开场到现在 清华大学到底进了几个三分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三个 十名岩两个 宋柯欣一个 我真的是给这个三分雨把我交的 比上海的暴雨还大呀 是的 就是我在解说清华大学这个半决赛的时候呀 我也说了 就是清华大学这种三分球的表演 让解说真的是雌 哎 宋柯欣现在已经拿了十三分了 对 并且还有三次助攻吧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哎呦我的天 而且他还拿了三个篮板 现在投篮命中率宋柯欣来说 他是百分之百的一个命中了 又冲着三双去了 哎呀 太可怕了这个 但是北市大也要加油啊 稳住自己场上的情绪 因为这毕竟才第一节 后边还有三节的比赛要打 比双飞在这一时候选择用这个 罚篮来帮助球队要一个多分 是的 球还是转得很快呀 北市大这个紧逼的质量不高 现在北市大这样一个防守 稍微有一点点的乱 发现没有 刚才你在手23的时候 你发现其实几次张静怡 因为他想这边两边都顾上 哎 宋柯欣又来吗 这个三分不能再进了呀 哎呀 这再进就太不讲道理了 哎呀 真的是有点不讲理了啊 这边真想 开心大动的回头望远啊 是是是 李庄飞这边是直接想 根本看都不看人往后扔啊 其实是想靠着人要一个犯规啊 但是没顶住啊 第一节还有一分16秒的比赛 还是13分的分差 第一节清华大学 真的是靠着松柯军的表现啊 可以说球队是大风了 嗯 去年啊 其实说对于北枝大来说呢 他们拿到冠军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去年他们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帮手 嗯 沈小燕 哎 沈小燕现在也已经是进入了职业联赛了嘛 这边还是要三分 哎呦 差一点啊 弹道是挺正的 哎 你发不发现 其实现在对于清华来说 这个三分球基本上都在两边的四十五度角打开的 对 他们是非常擅长两边四十五度角的三分球设 哎呀 北枝大这边也来几个呀 对 让我们也感受一下这波清凉啊 是不是 你看清华大学退守的速度明显 比这个北大推反击的速度要快 嗯 看刘宇彤刚刚跑回这个进攻半场的速度来说 他的体能啊应该是有一些下降了 嗯 而且现在其实对于北师大来说啊 刚才有几个好结果 唐紫婷 我觉得啊 他刚才给到外线熊仲仪就是希望他来投一个外线的 哎 但熊仲仪这时候他也害怕呀 其实我说实话呀 北师大这边现在必须要有一个外线圈弯站出来 没错 就像刚刚佳晨说的 无论是刘子婷也好 啊 唐子婷也好 还是说这个熊仲仪也好 必须立刻马上云以这个刘宇彤支持 你看我们这个威权哥都已经把话说到这儿了 各位朋友们一定在弹幕区也多多给北师大的女男姑娘们加加油吧 是的 我知道今天也一定很多的朋友们在关注这场比赛啊 女男的观赏性也越来越高了 是的 刚刚大家一直在说啊 太好看了 昨天各位看了CBA以后呢 今天又来看到我们这么精彩的一场比赛 昨天相信那场比赛也看见大家大心脏也快蹦出来 逆转那场啊 看一看稳住最后的时间 球在宋哥鑫手上 这时候再缓一下 你看各位感觉每个人都心惊胆战 五秒 宋哥鑫自己来 直接要三分吧 这球没头啊 别是假船 就是有一个假头真船 但是最后这边在底角啊 应该是孙家闻造成刘宇彤的犯规 刘宇彤也要控制着自己的犯规次数啊 第一节 对于对北师大来说 刘宇彤啊 在场上和不在场上 这个效率值肯定是不一样的 两个球队 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吧 刘宇彤现在场上的正负值是高达百分 高达26.6 吓人啊 对这个数据非常的高啊 超远距离啊 你别说啊 就是清华大学在哪扔三分 怎么扔三分 我都感觉他要接 这太远了 真的是吓着我了 是的第一节比赛结束了 要提醒大家的是上优酷看CUBA 梦想不停摆 让我们一起放弹上场 现在红包鱼马上就要来了 打开手机优酷客户端看CUBA直播 第一节第三节的期间 将会下行满庭的红包鱼 在优酷客户端 我的卡炫包中即可领取并使用 超多优惠福利赶快都抢起来 没错 各位是能想象的到啊 清华大学在第一节 领先了北京师范大学11分 我觉得是这一场比赛啊 清华大学的准备要更充分 非常的充分 而且其实我们来看一下啊 清华大学这边的一个投篮铁 在外线你看三个三分球 都是在这个右边的45度角 是的 十明岩头两个 宋哥青头一个 内线的在篮下的一个机会也非常多 也是凭借着这个 宋哥青个人的一个实力啊突破 对吧 这边北师大这边 刚刚应该是李双飞进了一个 李双飞进了一个 进了一个 在内线这四个点不出意外 应该都是刘宇彤的贡献 对对对 刘宇彤其实 因为你也看到了嘛 刘宇彤算是说我们说他这个身体素质非常好 我们也说他是北师傲年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刘宇彤的不管是 手下的动作和脚下 手上和脚下的活都非常的灵活 是的 其实从第一节啊还有一个细节 就是从两支球队的这个人员轮转上来看 两边的教练也是准备在今天决战啊拼了 就是通常在第一节还剩下三分钟左右的时候 你像清华这边一定会把容丹罗娜呀 就是这些球员拿上来轮转一下 给主力圈一定的休息时间 但是今天啊没有 大家就是做好了 我们今天这一场我们几个主力队员 我们打满全场做好这个准备来的 我感觉清华今天这个势头 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夸张 真的是夸张 拼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俩一人用一个词啊 来形容这个第一节结束以后 清华大学和北师大这两队的一个表现 我觉得现在对于北师大学他们继续 刚才你也说了嘛 继续有一个三分的一个投手 其实也不一定非要是三分球 但是你必须有一些外线的贡献 无论是突破外线突破进去的得分 还是在外线的中远距离投篮 一定要有给内线的刘宇彤减换压力 你外线越不投 这个清华大学的二三连房就越往内线收缩 嗯 那你刘宇彤面对的协防的压力就越大 没错 来看 13分 13分啊 宋可欣第一节就已经拿到了13分 非常的厉害了啊 OK 回到来以后 第二队给他回来啊 守一个二三 嗯 还是球啊 在外线从歌星手里 嗯 我们来注意一下 我们现在就可以注意一下 北极大队清华的这样一个防守 太快了 这个轮转了 区域防守轮转的很快 哎 这边还是要三分啊 稍微力度小一点 利用力下降了 好机会 对 有踩中的机会 清华的退防也是很快 嗯 再给低脚 怎么说 哎 其实这时候不能再犹豫了呀 张景一怎么给 哎 刘宇彤这时候来了 那可以落一落真地 看一看打一打啊 哎 是 大家要注意时间了 还有八秒钟 给不进去 你看今天就是 呃 还有就是在这个防守的当中啊 清华大学对于每一个对方的传球路线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 嗯 你就是想在外线传导 还是说想给内线要位的刘宇彤 他们的提前判断是很准的 其实我觉得啊 有一个点 就是你看刚才刘宇彤 啊 他为什么会山上篮池啊 这篮下打击 他为什么山上篮池 就是 其实之前我在场上 就我在场边坐着看台网的时候 嗯 我就看见了 刘宇彤他更多的在第一届第二届 他保存他的体力 哎 所以说呢 他他一般人家跑过来 我先慢慢走 是啊 对 因为我对于球队的重要性 对吧 宋可欣失误了 非常快的一次快攻 哎呦可惜啊 没有抓住这次反击的机会 哎 清华大学现在已经有四次抢断的一个好机会了 哇 石敏妍 这时候要赶紧往外转 嗯 孙家文今天倒是还没有从外线开炮 石敏妍 三分出手了 蓝板蓝板 你从刚刚摄像机这个角度看 吓人嘛 这就是头的 太直了 想都不敢想就是 而且你没看见 我感觉这就跟我们之前数学做的那些抛物线一样 就从这个抛物线的这个弧度来看 哎 就感觉是从哪儿这么感觉都有 是的 边线发球14秒的进攻时间 29比20 在第二阶上来之后 双方都提升了防守的强度 这样的话呢 其实得分上就有所影响了 是 宋可欣 还是宋可欣来发起这个进攻啊 你看怎么样 半夜了 这孙远远啊 孙远远 孙远远在这个时候 孙远远 孙远远他在这个时候 其实他更多的是希望说 也是帮宋可欣分担一些压力吧 帮宋可欣啊 实名言啊 就是低章他是球队的第三得分点 而且其实孙远远呢 作为一个后起之秀 也是在前几场底下当中 都让我们看到他的个人能力了 进攻犯规 裁判这球吹的是 刘宇童吗 刘宇童 刘宇童要注意犯规次数啊 因为现在 两次了吗 应该是两次了 两次了 这才第一节 第二节 第二节刚开始 这个对于北市大来说 可能不是一个特别有利的消息 对 这时候必须 因为我们很明显能感觉到 今天肯定是对刘宇童有一个 非常针对的防守 对宋可欣 连刘宇童也打不住他了 打不住 又是突破之后的进球 嗯 宋可欣今天真的是 是 北市大这边的防守 事不破竹 如无人之境啊 我们来看一下李双飞 其实这个 宋可欣这个球就是 让你停球 咬一个犯规 这边扔 没进篮板 哎哎哎唐子婷 争抢篮板的时候又有犯规应该是 啊 是明言 其实现在对于 北市大来说真的啊 各位姑娘们肯定在场上也是有一些 呃 焦急的 我觉得是别犹豫 嗯 就这个时候越犹豫 越不行啊 越想的多 越容易出问题 你看张建一 来了 难打呀 你发现今天清华的这个防守 火2加1 人阳打算之后 刘宇童打中 这就是刘宇童的一个真正的个人实力了 我还能说什么呢 谁来防我都不行啊 谁来防我都不行啊 这球我必须得打进 而且其实对于北市大来说呢 现在拿到22分 嗯 13分一半多都是刘宇童一个人拿的 哎是的 刘宇童这边发球也很稳啊 2加1打成 嗯 这一个三分球了等于说 10分 看看能不能乘胜追击 把比分破进到10分以内 还是宋柯欣往内线突呀 苏妍妍传给孙嘉文 转身要一个中距离 啊 华丽的五步之后 转身没有投篮命中 北市大的机会 嗯 你看北市大界这个时候 他对于 针对性的防守 刚才只有 刚才应该是只有盛明恩一个人来赶过来 盯考这熊宗仪了 哎是的 嗯 熊宗仪打进之后 分差来到了10分之内 呃 分差在迫近啊 清华大学这边在场上一定会感受到压力 并且从领先10多分到追到10分以内 对场上全的心态有可能会发生变化 是 但是我要提醒各位 永远不要低估一颗总冠军的心 哎 来了 3分球出手 还是没有 篮板篮板 啊 弹得很远 这球清华大学再拿到前场篮板 哎呦真好看啊 付近来的半截篮 也没有能够命中 但是这个篮板 这个是不能再给了啊 不能再给了 是的 我篮下差了4个人 我再让你拿有点不讲理了 刘宇彤这个球下顺要位要得很深啊 嗯 刘宇彤还是自己一个人 27比33是靠着刘宇彤连得5分的贡献 北市大师打停了清华 嗯 在这一段时间内啊 我们发现所有的进攻也好 我们发现这个时候呢 就把刘宇彤当做一个北京师大完全的一个核心 进攻也好 防守也好 各个从攻防两端来说 都是把刘宇彤作为一个支撑点 然后把它作为一个突出的一个点 再由他去发散 呃我只能说呀 就是绝对的核心球员 你看在今天北市大外线发挥不理想的情况下 可以说是刘宇彤一个人啊 支撑起了整支球队 我们也能看得到啊 女篮们的进步 真的是非常非常地快 女篮姑娘们的这个进步啊 就是之前可能很多人觉得说 女篮没有男的这个真体对方性感 也没有她整个这样一个流畅性好 但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 这两支可以说在CUBA联盟里 数一数二最顶尖的球队 今天相逢在了总决赛的会晤当中 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什么叫行渊流水 是的 什么叫势如布 就什么叫势不可打 梦想不清白 真的是 嗯 现在难题来到了军法里面 嗯 到底是宋柯欣一个人再次站出来力挽狂澜解决问题 还是她的队友郭沐瑶也好 世明燕也好 苏媛媛也好 孙家闻也好 给予她更多的帮助 对 希望说北师大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也可以有更多的 我希望唐紫婷今天可以让她的得分像往常一样好看 尽快地站出来 是的 来了 看看清华大学这边怎么处理 在外线的传导险些失误啊 嗯 在这时候要小心一点 在这时候要一个终具离了 郭沐瑶的半截篮 准啊 郭沐瑶其实她呢 就是你说吧 她这个个儿也比较高 1米99 1米99的个儿高 她不仅是要在内线去承担着防守 她可能还要众多的 诶 这个篮板 分出去了 张静一的好机会啊 空位 这球有些可惜了 张静一这边其实是有着外线的得分能力的 而且张静一其实在以往 我也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张静一的一个数据吧 张静一的三分球 在往常来说呢 也是承担着北京师范大学这样一个重要的原因 这个作用在队内 是的 场均她也能够得到15.3分 嗯 来了 唐紫萍 没借 抢篮板球真的是 我觉得呀 双方啊 每球必正 呵呵 在这个时候实在是不敢放啊 这个 你看这个篮板球啊 出现在这个篮板球位置上呢 是双方的空位 身高1米72的松柯欣 还有身高1米70的李霜飞 呵呵呵 你就看出来双方的球员到底有多拼啊 是是是 张静一啊 她的场上的一个效率也是来到14.9 上场效率很高的 其实 哦 宋柯欣怎么说 这球转 有机会 现在其实是想给到其他的队员们更多的一个机会 自己来送出一些助攻啊 苏媛媛怎么样 哎 进入到第二阶之后 清华还没有命中三分球 哎 没错 而且呢你能发现就是她刚才清华做的那个防守太棒了 嗯 她把所有的可以防到刚才孙嘉文出手机会的北施大球员全部拦在外面 哎 是的 我觉得这个防守对北施大球员真的有点难搞啊 嗯 今天宋柯欣也说了 哎呀 先看反击 又素人 又没打进来 好多怪啊 一个人在内线防守 可惜了 康子婷 身高胳膊长啊 一防二 张静一还是给内线 来了 张静一这手可能也是尝试了出手之后 我觉得自己的现在整个一个手感拦得不太准 所以在北施落后的一个情况下不感受 就是不感受 哇哇 不合金 照着头晕啊 这是把胸中移 这脚步又是十分了 哎 这好不容易追回来一点 这暂停回来之后 清华进攻端的效果立竿见影啊 在这个时候呢 其实更多的是需要姑娘们自己啊 互相加油加油打把气的啊 这个时候 哎 这是一个空位的机会 怎么说啊 这球得进啊 哎呀 怎么说这球算上了吗 算了算了算了 应该是最后在二 在进区内的一个压事儿了 孙可欣这球也挺可惜的 突进去之后 没有人防守的情况下 上篮没进 八分球 为什么刚刚我说这个外线的那个三分没进很可惜啊 是因为孙可欣去包夹了刘宇童 这个时候外线出空位 外线一定要进 你越不进啊 宋可欣可能包夹刘宇童就会越坚决 刘宇童在内线遇到的阻力就会越大 你看 林子平给到内线还是找刘宇童 这个时候啊 就是说刘宇童无论是在哪一侧接球啊 他身后站的一定是郭沐瑶 然后离他最近的清华大学的外线球员一定会坚决的包夹 你看这个球苏远远立刻跑过来 对你形成干扰 对这个刘宇童啊也是让我们看得出来吧 他就是这个 他的这个手感啊 他的这个手上的这个动子 投篮动的非常的柔软细腻 所以说呢他当他这个发现这个球没能打进的时候 他也有这个非常聪明的一个球伤也很高 造犯规的一个动力 是的 在这个时候呢通过这个阀篮啊 因为他的阀篮命中率也是挺高的嘛 可以来给球队来有一个稳稳的一个进账 双方第二阶的得分都不多 然后犯规次数呢是不少 可以说第二阶双方都加强了身体对抗 在场上打的就更为胶着了 7分的一个分差 其实在半场结束啊我觉得啊 如果说在半场结束的时候 北市大和清华之间落的这个分差在实际上 10分之内这都没问题 是有的打的下半场 没问题 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 完全大家可以大可放心啊 宋可欣这球传球失误了 蹲下来 有没有反击的机会 抓好机会 二打五呀 就是说北市大这边下快攻太慢了 他不敢他不敢往里突 就是这个时候其实就是 也是现在场上的一个状况吧 对自己几方不太有利 唐子平要位了 转过来以后自己通了 哎 篮板 就差最后的一项 其实就如果刚才手啊 稍微往篮上再够一够 感觉就能放进去了 你看那个贾山说的刘海来了 这个空气刘海啊 出现了 唐婷是个大美女 我觉得她长得特别漂亮 你看这个脚步的运用 直接晃过了宋可欣还有朱瑞 朱瑞其实他俩 宋可欣和朱瑞刚才两人啊 在篮下对于唐子平的防守是绝对到位了 是的 导致她出手一个变形 不然这个球 对于唐子平的这样一个个人实力来说 是绝对可以打击的 手拿把断 哎 两分的这个阀篮也是命中了 五分球了 这样的话是让官义上啊 换下宋可欣休息一会儿 嗯 这时候是得宋可欣保留一下体力嘛 哎 因为看着这其实两边哪 你看似也是打得非常的胶着的 这关键是清华大学这边现在领先的优势只有五分了 换下宋可欣 这还是一个非常大胆的选择啊 嗯 要三分 湖顶的一个位置扔偏了 这球偏的还是有点多的 是 感觉得 注意时间啊 你看刘雨桐 刘雨桐她一般来说是不是也稍微慢一点 哎 是的 她这保留体力嘛 是跑那么快过来没劲打了 这几步嘛 我这可是指望着刘雨桐在内线给你们足够多的压力呢 注意进攻时间还有最后的五秒 刘雨桐怎么说外线 张静怡要啦 哎 有钱找篮板 还看给了犯规啊 看看犯规次数到了吗 那这样的话应该是 看看犯规次数到了吗 你再回看一下 刘雨桐 应该是唐子婷抢完之后刘雨桐是下手了 通过刚才那个角度应该是唐 唐子婷先把这个篮 先把这个球权给拿到的 嗯 先抢到的 刚刚已经两罚全中 再来看接着唐子婷的这个罚球 一罚也中 是的 这个唐子婷的罚篮还是非常准的 嗯 他们的这个其实女篮的罚篮命中率都很高 你在影射什么 这个 这个 开玩笑啊 今天六罚六中是吧 这个就真的是努力啊 就不是天赋了 努力 对 呃 北四大这边手续全场紧逼 断球啊 防守效果不错 打反击 非常不错 好机会 哎呦 上帝的盖帽啊 但是不要紧啊 把这个篮板拿下来以后 我们还有机会 刘雨桐已经回来了 大宝贝在内线给你足够多的支持 哇 一打三啊 三个人啊 这一颗球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记下来 也给刘雨桐 真的是刷一波啊 加油 真的是太棒了 哎呀 同志们把大宝贝打在公平上吧 还有一分的一个分叉了 在这段时间里 北四大的这样一个进攻啊 我们看似很难 每一球都很难 但是凭借这个大宝贝 哎呀 这球给我打乐了 一打三啊 真的是 但是你没感觉到 就大宝贝一个人 我就算一打三 真的是没在怕的 没在怕的 二十一分三个篮板 十五中九 刘雨桐打到现在为止 真的是像自己说的那样 把球队扛在自己的肩上前行 你看刘雨桐有多可爱 他就像一个 就是其实在场下就是个小宝贝 但是在场下 因为要扛起球队的这样一个 主要得分手的一个重任 是的 嗯 能看懂吗 这个 主要是听不见 哈哈哈 我们之前有一次解说的时候 大宝老师 说 分析分析啊 看看这个板 这个战术板上也都是能看得见 然后呢 我看了一眼 我说老师实在是看不到 您给分析分析吧 你看大家都在发这个大宝贝啊 嗯 天啊 一分的分叉怎么样 那个嘉春觉得是清华保持着微弱的领先进下半场 还是北师大在上半场就能完成反超 那我估计一下吧 我估计两边就是应该还是这个状态差不多 就是大部分差不多就是五分一里 对对对 因为两边很能看得出来 你看现在这个时刻把松科欣换上来 换上来 明显就是希望说清华大学可以在上半场结束之前保持住这一优势 哎呦失误了 龙奈罗娜这球传的呀 哎呦龙奈罗娜 有些靠外 而且龙奈罗娜身上有伤吗 这其实还是挺让人担心的 哎 呃一分的分叉 这边北师大的球权感觉反超的机会来了 嗯 清华大学已经有六次失误了 哎 北师大五次 其实两边差不多 差不多 但是我是觉得呀 清华大学 如果说北师大失误的话 清华大学凭借松科欣 打快攻打反击的这个能力 是比北师大更强的 哎那倒是 发现就是其实现在有失误了以后 更多的北师大还是选择再回来以后落个阵地 来了刘宇彤 哇 面对两个人的包夹 这球没打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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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说你又也不讲理了 又三分 这个 这球头有点着急 对这个糊涂看着跑 但是宋柯欣又加一前掌篮板 宋柯欣还是拿到这球权啊 怎么说 宋柯欣应该自己自己往里突了 找不进 这球得进啊 还是没有 嗯 再往外打 这段时间啊 清华大学整个的一个外线的 投篮的一个命中率啊 就没有第一节那么夸张了 清华大学第二节一个三分没进 如果没记错的话 就第一节太夸张了 就是把大家给震学到了 哎 注意进攻时间还有十秒 是要小心一下 刘雨桐接球的位置很靠上啊 这个位置应该打不了吧 不太好给 啊不太好给 看时间三秒自己来了 分到 哎 其实熊柔一刚在外线有一个机会 但是 应该看不到了 时间不够了啊 而且呢的确清华大学防的也比较死 再给孙柯欣 看看现在能不能有人给孙柯欣来做做掩护啊 因为 是为什么在第二节打到现在为止 因为清华大学外线命中率下降了 所以你看北师大这个二三联网守的 就没有第一节那么的靠外 嗯 所以给孙柯欣突到内线流出的空间 就没有第一节那么多 没错 啊所以就是可能这个点呀 会影响孙柯欣在第二节突破上的发挥 嗯 是这边是把孙柯欣给换上来 孙柯欣换上来以后啊 这个感觉就是 我还是希望这个三分开一开 清华这个人 开一开 厂下休息那么长时间了 哎 上来直接争了啊 带着任务上来 上来就投 又一个抢断 孙柯欣再来 看似感觉要进了啊 还是有机会 孙柯欣还要来吗 孙柯欣来投了 孙柯欣怎么说 自己来吧 面对的防守人的身高 应该是一个小打大 宽出来 5秒 直接外线哟 哇 宋柯欣啊 宋柯欣啊 哎呦呦 这个 这一下凭借这三分球啊 并且那几个篮板抢得太好了 就是说在球队最需要我的时候 我一定能够站出来 这就是宋柯欣作为这支球队领袖的表现和作用 是 注意时间最后的一个机会了 李霜飞这边想要三分 哇 哇 绝杀 啊不是绝杀错了 不好意思啊各位 这是一个鸭哨 这是一个鸭哨命中 我们还要看一看这是一个三分还是两分啊 感觉刚刚是右脚有些彩线 但无论如何这是一期非常精彩的远距离投篮 我刚才一下都 刚才一下都蒙了直接说了一个绝杀 这球是彩线了 应该是一个两分啊 但是是一个打板的命中 哇 Amazing 真的是太绝了 今天这个比赛太绝了 你看我说差不多吧 差不多 半场结束 两边是五分一类 40比38 双方各打一节好球 这场比赛真的是太精彩了 非常期待下半场的比赛 没错 那其实我们在这个中场的时候也是跟大家来准备了一个特殊的环节 特殊的环节 其实上半场各位也是看到说这个上半场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样一个半场的一个机械 在开场的第一节 就是全场上只有一个23号最为闪亮白色的23号冲颗心 这边的23号刘宇彤是靠着一己之力在内线翻交脑海 他俩人都是致敬乔丹嘛 这个也真的是让我们看见了这好像穿23号都不平凡 你有这感觉吗 平凡的人谁敢穿23号 就包括说各位比较喜欢的球员啊 我也比较喜欢 是 其实你看这个这很多啊都是来给的大宝贝啊 你看这李双飞啊也是劲道的 应该是第一节北架大这边唯一的一级三分 清华这边是第二级三分头的不好 唯一一级是宋柯欣刚刚那个靠个人能力啊 就强行给拽进去了 对 其实你看这宋柯欣啊 他不论是这个脚步还是打法 非常像男子的打法 你看这个节奏啊 这个变相啊 一平一起 他在第一节的时候就已经把所有的节奏 就可以说如果说啊 这是一场马拉松比赛的话 他在第一节的时候就已经成了一个领跑的一个角色 是 所以说接下来其实北架大对他的一个防守呢 更多的就是在追赶 反正这个宋柯欣说 我也不跟你玩什么后城发力 我就开场之后迅速的拉开 并且宋柯欣的这个整个的今天的状态投入 我觉得是肯定是之前对这个比赛的渴望程度是非常高的 没错 十名岩今天在第一阶名中两季三分 总科兴今天借掩护突进去 你看两步登上 然后刘宇彤跟不上 脚步确实是跟不上 而且其实你看张静音啊 其实包括说唐宇彤今天在上半场的这样一个表现 就让我觉得吧 就两边呢还是因为有一些不敢投 嗯 你看其实好多好的机会 包括说熊仲仪你看 他们好几次北大和 不是北施和清华这边两边的失误次数是差不多的 但是清华这边反观到清华这边是每一次有了这样一个你的失误 我拿到一个抢断的机会 我就快速的推反击 快速的去打快攻 但是呢 就是这个 这三分 这三分 太强了 你看他的这个所有的很多动作都和南篮非常的像 很像 给到这样一个半场的数据 看看半场的数据情况 旗鼓相当 清华这边呢是拿到了六个抢断 而且还有三个干冒 观点你看清华上半场又投了二十几三分 常规逃走 这边命中率是百分之二十 但是你看清华这边的快攻得分 注意清华的快攻得分 快来看看这个罚球命中率 恐怖 这个北施大其实在第一节第一节上半场 通过这罚兰的命中率来得分也是很不错的 是的清华第二节的三分其实投的很差 十二中一 但是就像宋柯欣说的他们的主教练要求他们有机会一定要投 绝对不要犹豫 反观北施大这边更多的是不敢投 4-0的一个三分 一个三分都没进啊 只进了刚才应该是李商飞最后一个场两分 是的 好那我们看完了我们中场的数据情况 我们也是把镜头回到我们的演播室 Hello 欢迎回来看了非常激烈的上半场的比赛 容我们都平复一下心情 然后呢也看一看上半场这些精彩的表现 能够给下半场最终的决战有什么样的铺垫 是 其实我们刚才也说嘛 就是这上半场的整个的一个比赛让我们感觉就是两个字精彩 是的 就真的是夸张 特别是第一节的这样一个清华大学外线的一个投射 是的 中场反正嘉诚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惊喜 我这正准备说呢 是 对 其实各位也可以发现啊 这个这一次的比赛呢 所有球员们穿的鞋都是准者的 那我们准者体育呢也是有球场的地方就有准者嘛 所以说呢在中场的时候我们也就会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也是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准者的这双拖鞋啊 而这双拖鞋呢跟别的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智能的鞋床它就有一种这个软泥的踩感 所以说这个脚感踩到脚上的感觉是特别特别棒的 而且呢它是一个软弹的一个中底也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 更重要的呢它也是采用了这样一个减震的一个科技 所以说呢各位啊如果说平常的喜欢打球的朋友们啊 可以在去到球场的路上啊先换上这双准者的拖鞋 来给大家进行一个放松 上到这个球场之后啊再来换上我们的准者运动鞋篮球鞋 买就完事了 买就完事了 绝对是很棒的 看完上半场的比赛之后啊 对于下半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期待 我更期待的是在清华大学这边 除了宋柯欣之外 剩下的球员能够发挥 无论是在郭姆瑶在内线的表现 还是上半场并没有在外线有一次三分命中的孙嘉文 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外线得分点 这可能是清华大学如果想获得最终的胜利 在下半场的一个取胜之时 我觉得就是孙嘉文外线的三分一定要投开 是那我觉得说北师大这边嘛 我也觉得说就是下半场的更希望说啊 不仅是光依靠刘宇童一个人的得分了 更希望说这个李双飞啊唐子庭啊张静一啊 都可以投出手感 其实以往以往的比赛来说呢 他们俩的他们几个的三分球外线的手感 非常非常棒的 所以我也希望呢在下半场回来以后呢 北师大可以赶快的来找找外线的一个手感 其实总结起来啊 就是一个好汉三个帮 一个好汉双方的好汉 在上半场打的都非常出色 下半场哪些帮手能够站出来帮一帮好汉 我们也在中场短暂的休息过后 再次回来跟大家一起观看精彩的比赛 我们稍后休息一会儿见 为凤小而战痛快畅业 告诉世界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 战马民族新能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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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好 然后 打球 运动品牌们需要开始各领风骚了 李宁 你千万不要让我失望 赢在细节 输在格局 作为单纯的球鞋爱好者 或者还在花父母辛苦钱的学生们 我们要知道球鞋永远都会有出不完的配色 也有买不完的服务 徐大嫂同志说得好 嫂是一种生活态度 我觉得很有道理 嘴上吃了要嫂那脚上穿的一眼 今天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 这是我三分之一的鞋墙 三分之一的鞋墙 如果有一天 大家口中讨论的球鞋不再是关于价格 或许那才是球鞋文化 在中国 欢迎回来 各位优酷体育的观众朋友们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优酷体育为您直播的 第22届CUBA全国大学生篮球联赛 女子组的全国总决赛 对阵的双方是 北京师班大学和清华大学 双方在上半场一人打了一节好球 上半场最终结束时的比分是 40比38 北师大暂时落后是两分 我们也可以看得见 其实在第二届的时候 北师大是有一些状态回升的感觉 所以说在下半场回来以后 希望北师大的外线的投手们 各位外线的库里们可以醒一醒 可以来抓进来 给我们奉上一下外线的三分语 你看刘雨彤这边在说什么 这个在跟唐主角应该是说 我一会儿在内线 我给到你在外头投一个三分 这样 在下半场开始之前 还是邀请大家 现在立刻马上把加油助威的声音 发在我们直播间的弹幕上 打在我们的公屏上 相信你们在云端的力量 一定能够直击场上球员的心灵 比赛开始下半场的比赛来了 您正在收看的是由优酷体育 为您带来的2019-2020赛季 CUBA大学生女兰总决赛 清华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的下半场比赛 这场比赛是由火灰拳高嘉陈 为您带来的解说评述 CUBA顶级合作伙伴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为CUBA注入满贯能量 助力球员放胆 有球场就有准者 CUBA官方合作伙伴准者体育 让每个人热爱篮球的人 都能享受到专业的篮球服务 百年将心篮球 瘦出青春风采 感谢思伯丁对CUBA的大力支持 下半场比赛回来了 这口播结束了以后 我们来看看女篮姑娘们的状态 怎么样 休息了一会儿以后 流头 好机会 真的是不错 两人直接打这个配合 也是非常的有默契 下半场的比赛一回来看看清华这边的进攻 还是靠着宋柯欣发起 宋柯欣直接传到外界以后机会不太好 传到第二次倒球的时候机会出来了 没错 所以说也是给他够秒 42比40 这边是想直接要三分吗 还是还带着那些 这球传得漂亮啊 这刘宇彤这个侧应啊 不光是把球顺利的守地手传到了杨柯欣的手上 最重要的是他也挡住了追防杨柯欣的宋柯欣 没错 刘宇彤先把这杨柯欣拉起来 来看一下杨柯欣的这样一个发篮 杨柯欣啊也是99年的嘛 99年的 所以说也是 今年是他打的第二年 也是跟刘宇彤同一时间入学的 我觉得 就是看场上这些球员啊 你看刘宇彤啊 看郭欣柯啊 你能够在以后的两届 甚至三届的CV女子组的比赛当中 看到他们的精彩发挥和表现 他们这个你看其实像唐婷 这个现在正在拿着球的这球中仪 还有大部分 哎呦三分球 这压召三分没中 前场篮板 刘宇彤抢得很出色 直接起 可能打得有些勉强了 这个球的选择可以更好的 哎对但是其实也就是因为 刚才宋可欣 他们仨尔啊 在这个内线给到刘宇彤的 这样一个包夹上的防守 也有一些影响他出手变形 有一定的影响 这边宋可欣刚刚的上篮 也是没有能够命中 一分球的分差 双方要把握住下半场的开局阶段啊 唐子婷其实在这个时候 包括说张静一啊 都可以再投一投了 在外界站稳了 孙家闻 防唐子婷防得不错啊 干扰下来 是我觉得其实今天对唐子婷 这个针对性的防守 真的是把唐子婷限制得很死的 是的宋可欣还在往前推啊 即使对方已经落位了 还是想把球打得更快一点 擅长打快是他的这样一个 个人的特点嘛 郭木遥又是这个位置 同样的位置 同样的配方 同样的味道 哎这郭木遥就是今天整场 让我们感觉就是 他的中距离非常的亮眼 非常的稳定 哎 而且他就是几乎是占到那个味啊 我就绝对能投得进 你相信我 关键是郭木遥 站在那个位置刘雨彤出不来 嗯 防不出来 对 而且 哎呦 这一下 裁判是先想事了 哎 汤子婷在今天呢 对峙到清华大学呢 可以说啊 是没有把他的这样一个 完整的一个实力发挥出来 就是没有发挥 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啊 这个在和两边全然交流的时候 他们都是表示 其实今年球队的状态 没有去年那么的出色 磨合的那么的完美 肯定是有一些客观因素在了 对 这疫情原因嘛 然后 我有问刘雨彤 我说你觉得如果是100分的满分的话 你们球队现在百分之多少 他说百分之八十 球队的实力他说百分之八十 对 其实 今年其实因为疫情原因 各位在家里的时候啊 也是 其实很常一 哎呦 你看这球就完全是凭唐子庭这样 一个个人能力啊 个人能力 打进 还是一分的分差 宋柯欣来了 怎么说 我觉得这球打进了以后 对唐子庭来说 也许是一个好笑 哦哦 石铭言来了 呃 这是清华大学最想看到的 也是北京师大最不愿意看到的 没错 这个三分一投出来真的是压力山大 你看今天北京师大应该是只见了一个三分 是的 李双飞的那一季 李双飞那一季 刚开场的那一季三分 是的 清华大学在下半场之后 这三分球啊 第一投就命中了 嗯 看看会不会是一个信号 那一线还是刘雨彤 反正反正我现在就感觉吧 就是清华这边他也知道 哦 你这个只要是给到那一线 诗铭言 哇 连进两季 三十三号施铭言 这是在下半场的开局阶段呀 我的天啊 给了北京师大很大的压力 我的天哪 真的是 这两季三分球把刚才唐宁 稍微起来那一点似的全给 全打没了 火星辰全给你浇灭了 哎 好机会啊 差一点 有篮板 这古兰没中可惜了 想哨了 想哨了 哎呦 石铭言这90度位置两季三分球 真的是把北京师大刚打上来这点心气啊 又给压了回去 脑壳都开始痛了 现在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状态 真的是让我 嗯 怎么说呢 就只能是称赞赵爵吧 是的 石铭言的这个三分球 在进 哎呦 还投吗 这个宋柯熙还要三分吗 这是 这是真的想趁你命要你命啊 我的天 而且你看不断的一个外线的传导照 又来了 我发现清华大学就是只要三分起 那就是三分语啊 呃 苏媛媛也进 这三分手感是会传染的 我刚才这 这一分的一个 一个分差瞬间就拉开了八分了 八分了 连中两季三分 三季三分啊 没错 八分了 这个时候压力啊 在北京师大这边真的是非常的大了 北京师大要得分啊 两分三分都行 给了一个两步 啊 裁判给了犯规啊 是 杨克军这个时候打的还是很坚决的 头脑很清楚啊 虽然你外线连中了三季三分球 但是这个时候我呢 一定要选择我最擅长的 最稳妥的得分方式 先得分 没错 把这个势稍微往回搬一搬 清华大学这边第三节还有5分24秒 已经是四次犯规了 对于清华来说呢 其实北师大啊 这是一个好消息 这个中距离也打进了 也算是及时的止损吧 直写啊 嗯 其实对于清华来说呢 他们的犯规次数一旦到 对北师大这样一个 稳稳的发达命中率来说 对他们来说是个好消息 是的 这边师大啊 防守很靠外了 这太快了 就外线的不断的传导 2加1 2加1啊 朱瑞 清华大学第三节 从7分钟开始到现在 有点打崩了的意思 天呐 听说到这个朱瑞 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 比较巧啊 你看这个 朱瑞 杨宇倩 包括说我们现在看到的 北师大这边的杨柯青 他们仨人都是金林中学的 哎呦 刚刚有一个数据啊 如果没看错的话 这是清华大学的 第一次发篮吗 对 我的 可能这真是 太神奇的一支球队了 对因为 上半场我看到的就是 北京师大学这边的 发篮命中率来到了 86% 嗯 哎 裁判是怎么说 这球是走步吗 看一下怎么吹拔的 啊 应该是没掌根啊 那应该是给了杨柯青的走步 呃 呃 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啊 叫一个暂停对两边来说 都还比较重要吧 啊 在这个时候呢 在我们直播间出主意啊 说三分头这么准了换丁人啊 怎么还守连房啊 可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说你现在你说啊就打打的这么说吧 如果说这时候北京师大队青环守迅速全场紧逼的话就他们的体能消耗 哎 这时候真的有很多后起之秀真的让我感觉有一种感觉啊 哎什么感觉 呦 不一般 啊 这看似是个三分 其实是个篡球 哈哈 这顺炎这个弯的有点厉害 嗯 7分 呃 北市大有进一步迫近比分的机会 嗯 对于北市这边来说呢 其实现在压力还是很大的 因为随着时间啊 哎呦 翻翻翻翻翻 你看 你看刚刚我们提到的一个好汉三个帮 帮手来了 哎 熊仲仪在这时候 呵呵呵 已经是 就是你来我往此消逼的 你一个三分 我一个突破 啊 在气势上完全不输 还是六分的分叉 哎 这在这一时候其实 宋歌新啊 这个慢慢的 你看他每一次往内线的这个突破造杀伤啊 嗯 都是让北市大这边防不住的感觉 哎 是的 第二节 第三节的比赛还有最后的三分半钟 哇 这边还是三分球 哎 这个有点大了 哎 因为也是进攻时间快到了 嗯 啊 选择了一个外线的仓促出手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北市大在这时候啊 出手的时候必须得 哦 给他征球啊 征球 征球 这个球 那个张静一啊 抱的还是挺稳的 稳住很啊 我们看 我看一下 啊 一把按住球拿下来 直接勾下来 哎 是的 我从你手里 我看你宋歌新这么投 我觉得这对我们北市大来说太不好了 不是有一个特别火的那个段子吗 那个把手给我 然后刚刚那个张静一对宋歌新说的是把球给我 哈哈哈哈 这其实就是硬生生的在 啊这应该是裁判也是 有些争议啊 我们再回看一下刚才这个球 可能啊 李子楠李主导觉得这是一个抢断 是有这个可能性吗 对 但是裁判这个位置 第一时间给的征球还是很清晰的 但其实刚才我也仔细的看一下 其实你有没有觉得就这个两个人啊 并只是就是在这个球上有些接触 并没有说身体啊 手部有些接触 哎 等会儿等会儿 裁判给了什么 呃 罚出去了 是吗 是给了李笋男指导技术犯规罚出去了吗 郭沐瑶在执行技术犯规的罚篮 可能是对 刚才那个球还是有一定的争议我觉得 这会是比赛的一个转折点吗 第三节还有三分钟 北市大现在在场上还落后着七分 并且球权还在清华大学这边 我觉得这个 怎么说吧 我觉得各位也是 咱们也可以来讨论一下啊 因为我是这么觉得 就是像其实你看昨天 有的时候呢 教练对局裁判的这个 其实是一种施压 你说昨天杜峰杜之道 也是施压了 吹完了吹完了这个替以后 那接着 坊东的接着头开了啊 那看看这个北市大吧 能不能让这一次啊 成为他们的一个爆发点吧 没错 我觉得女篮姑娘们在这时候啊 这个北市的姑娘们一定是更想拼尽全力了 球打的有点小啊 这球两米的身高 你给刘宇彤传传了一个基地 这是不合理的 是啊 宋可欣 突分 郭木槐半截篮 这郭木槐刚才这个位置 没人 可能给了郭木槐一个粉步啊 我们理性分析理性讨论啊 我始终觉得场外的因素是体育比赛的一部分 但我更认为之所以我们叫它体育比赛 就是说它的魅力本身还是在体育的赛场上 场外的因素是一方面 那么在场上如果你能够还回来 那更将是一个就是更酣畅淋漓的体现 我再回想刚才那个球啊 我还是觉得刚才那个球可能也是 就是可能我们看的角度不一样吗 我是觉得是没有在长时间内形成 就相持的这个争抢 对没有形成相持 然后给争球 然后可能李总达知道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抢断 要不你就吹我犯规 要不吹我犯规是吧 嗯 因为是不断在给李双飞的这个膝盖 可能顶旁边的这个膝盖 只有一些老伤 是的 但是我们也希望说这一次李简男指导 也是可以说给球队迎来一个转折点 我是觉得呀 这个比赛打到现在呀 就是一场决赛 一场高水准对决该有的因素 该有的元素 该有的点都有了 是 下面还是把比赛还给场上的这十名球员 看看他们在这一届最终女子组别的总决赛当中 还有加上第四加有十二分钟的比赛 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精彩的表现和表演 暂停回来 中中仪要一个中距 哎呀 这边李双飞 李双飞的中距离没进啊 他们这个怎么给呀 看注意时间啊 还有六秒 是 应该是想要三分的感觉 双飞来了 差一点啊 真的是只差一点 苏元这篮板球抢得不错 判断传球线路判断得很准确 李双飞这边是第一时间掐断了 后场和宋可欣之间的连线 这样让清华的快攻啊 没有那么顺利的能够打起来 没错 在这个时候其实 北区大这边啊 是要对他们进行一个人这个人的防守了 我觉得 尤其是对一直连续得分的孙可欣 真的不能再给你孙可欣了 是的 十分了 六秒十分的一个分差 已经第三节还是不到两分钟的一个时间了 是的 这个时候我们再给双方的运动员加一加油吧 这个随着时间慢慢的推移 对于北市来说呢 他们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是的 所以 因为清华这边手握十分的一个分差呢 所以把北市加油 北市的球迷把北市加油打在公屏上 清华的球迷把清华加油打在公屏上 两边的这个加油啊 我是觉得我个人是觉得 可能真的有一种玄学的这种力量 是的 因为空场比赛嘛 我们的MC呢也是非常精致的 精细的去准备了一些这种 慌惑声音来给球员们加油打气 但当然了 这还是和主场的这种力量是不可以相比较的 是的 宋可欣突破之后 分出之后 哎呦 郭敏昂的这个半距离了 籃板球啊 孙家闻抢得好啊 郭敏昂再到那些还是没有 这个篮板不能再给了 是的 刘宇彤高高乐器把篮板球保护住 李双飞打反击 但是球队还是不敢不敢打 刘宇彤没来 等刘宇彤落阵地 哇 转身之后直接打进 你说这郭敏昂他防 刘宇彤他能防得进吗 他能 他其实防是防不住的 身体上还是差了蛮多啊 因为这个那个郭敏昂吧 他是属于这个高兽型的 那刘宇彤他是属于高偏壮艺型 大宝贝型的 对对对 大宝贝型的 对 这奥尼彤型的 哎 哎呦 这宋彤凸进来的时候真的是 不管不顾 嗯 而且是面对着 你看这个面对刘宇彤凸凸进来 有多难啊 回到我们的场上 石明延 不会又要投三分吧 没有没有 他一般呀更多是接球投 嗯 自己这个持球之后的结合投篮相对较少 嗯 这边哎呦 不是石明延了 孙家闻投了一个 孙家闻 其实刚刚说孙家闻啊 必须在下半场有所发挥的表现 你看李双飞刚才站前那个动作就能感觉他 他可能是膝盖这边还是有点有点伤病的影响啊 嗯 苏远远急停之后的中距离没进 嗯 李双飞想推速度 但是一看刘宇彤的位置 还是先多下来准备吧 直接给唐平了 呦 这个太远了 张静怡三分球 啊 这一下其实今天北市大就有三分投不开 嗯 北市大反正是 今天外线有很多的机会 就是我觉得如果是外线传导出的机会 你没有投进 我只能说一些说一声可惜 但是如果是通过刘宇彤侧应出来外线的机会 你投不进 那简直是在犯罪 因为你必须要投进刘宇彤侧应出来的外线投篮 你才能给刘宇彤在内线 减少更多的压力 对 而且也是给刘宇彤啊 有更多的创造更多的机会吧 我觉得 哎这边仓库是绕出来要一个中距离 很稳的中距离 四分的分差 随着说话的进行 从62比52之后 北市大这边打了一个6比0 嗯 哎这是 应该是 是不是有碰到眼睛啊 感觉是我的眼睛 这边是换人 是要把孙家闻先换下去吗 左眼 大家在场上还是要注意眼睛 感觉现在已经就是争不开眼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女蓝的姑娘们真的是太辛苦了 真的啊 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 可能各位没有亲身体验过这样一个紧密的赛程之下 是的 女蓝姑娘们的这样一个压力程度 而且今天我们看 嗯 再来到一个相对来说和自己熟悉的地区 比较远的一个天文国师范大学这样一个场地啊 是的 对于姑娘们更是需要更多的一些鼓励 嗯 呃送客心吧 这是送客心是 我为什么加一个八啊 因为我刚刚说的不是一个名词 我说的是我们给他送客心吧 太强了 真的是太强了 个人能力太突出了 回看一下刚才这球啊 你看熊忠仪跟着跑啊 都跟不上 别说甩掉了熊忠仪 进去之后大宝贝的补防都没起效果 可不吗 这加法也进 7分走 这第三节眼看最后一攻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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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说主意经过时间八秒钟啊 李窗外在这个时候啊 给刘宇彤 再倒到外线 三分有没有 没有 很可惜啊 但是在最后篮板球的拼抢上还赔上了一次犯规 是 十名言 这还是第三节只剩最后一秒钟的一个时间了 是的 那就是威雪你觉得说 现在这样一个分叉 对第四节来说 嗯 你会有什么想法 呃 我觉得如果是这个分叉呀 就是十分球 嗯 左右带到第四节 那么北市大一定要做好第四节的开局 是 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在第一节和第三节的开局 因为我们看到了清华大学外线三分投进的时候 他们疯狂的表演 如果开局阶段北市大没有做好 再让清华投进两个三分 这个分叉可能来到15分以上 那就 那可能这比赛就难了 对 追不上了 这难了 对 所以说第四节的开局阶段 北市大稳下节奏啊 阵地战当中找刘宇彤打进啊 非常的关键 嗯 哇 这边 哇 怎么说 两分加上 最后时刻还了一个5比0 68比58 第三节结束 十分的分叉 来到第四节的比赛 我的天哪 提醒大家上优酷看CUBA 梦想不停摆 让我们一起放胆上场 第三节的节奸 红包雨又来了 打开手机优酷客户端 看CUBA的直播 一三节的节奸 将会下棋 满屏的红包雨 在优酷客户端 我的卡券包中即可领取并使用 超多优惠福利 赶快动手强起来 我真的 哎 我们先来看一下投篮点吧 嗯 第三节呢 看到清华大学这边啊 在外线 不光是45度角了 湖顶的位置也是进了两季三分球的 而且不仅这样的 我们也看到 哎这两个应该很明显啊 应该是那个 十名岩 对 是你沿头的 连扔两个 是 再来看北京社会大学这边呢 是进了一季 一季三分球 嗯 这一个三分球还是第一节的一个 是这一节啊 第三节 第三节的 我要跟大家说的是 宋科欣打到现在为止 26分9个注目 今天是奔着30分去了 这是 两双的数据 对 关键投篮兵中率方面 宋科欣啊 17中12 三分球四中二 夸张 还有两个抢断 然后北师大这边肯定是头号球星 刘宇彤啊 29分6个篮板 23中13 罚球5中3 刘宇彤得分全部是来自于篮下 因为对于刘宇彤的针对性防守 现在是没法做的 是的 能做的就只是绕开他 或者说呢 你看宋科欣 底上速度的时候 可能有的时候刘宇彤啊 跟不上 他只能打这个 或者是打刘宇彤在 还没到这儿 还没来到前场 来到篮下的时候 打一个时间差 他只能打这些 那对于宋科欣来说 我更多的是看见 宋科欣现在身边有好的帮手 他有孙嘉文 他有施命炎 他现在是有这些帮手来帮助他的 但是更多的我们感觉到是 在北师大这边呢更多的是 刘宇彤有些鼓掌难鸣 但是镜头马上给到了唐自庭 10分11个篮板5个助攻 对唐自然蓝板保护的 还是非常出色的 其实嘉诚的意思我明白 就是在第4节 10分球的劣势开打的时候 唐自庭一定要有更多外线的贡献 没错 我是这个意思 因为你看啊 在第2节的时候 其实北师大打的是非常不错 第2节的时候 他们是打了一个11 20比11 但是到第3节 刚才啊 又是被清华打了一个28比20 就结 单结得分了 篮下了好机会 又来了 篮下打进 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对但是我更希望看到是外线啊 孙克星这球说实话自己打得有些勉强了 嗯 8分球 这不太好 第4节的比赛开始了 朋友们再给双方加加油 李双飞这边还是给到那一线的刘宇彤 我感觉今天啊 我这刚才那球感觉像棒不进的感觉 30分啊 手上手感非常的柔和 没错 呃刘宇彤今天已经得到了30分 双方的分叉来到了6分 嗯 这孙克星想着我不能光看你30 我也得奔30 我师明延 又是三分吗 哎呦下次了 没有啊 这时候啊 对于清华大学 我觉得三分球方面是要对师明延进行一个重点的盯防 就是北师大这边要对清华大学的师明延重点盯防一下 底线流过来 呃掩护质量不高 刘宇彤这边没有挂住有底线的防守人 唐子亭 注意进攻时间还剩5秒 唐子亭自己来了 费日达这边要一个中距离的跳投 没能打尽 狗西啊 篮板球 哇 抢到了 李双飞脚步还是够快 再来 再进 这个真的是必须把大宝贝给大宝贝掌声了 大宝贝第四节开始之后一个人打了对方一个6比0 哇 各位谁能想到这个19岁的女孩在COB的赛场上已经给我们这么精彩的表现了 分差来到了4分 清华大学这边怎么说宋克星要站出来突破内线上篮造成犯规 这球打到最后呀 俨然成为了两个23号之间的对决 没错 这个就是 两支球队的核心人物之间的重点的对决吧 我觉得这个是 其实也能感到宋克星的体能啊 现在也在遭受着非常严重的考验 没错 能不能够把这段时间给挺过去 先让郭沐瑶下来休息一会儿啊 换上了替补中锋 也是身高1米90 宋克星 18投12中的一个投篮命中率 我的天哪 28分啊 奔着30加10去了 关键是10个助攻啊 他不仅是我自己能投 我还能送出妙传 对 我要串联队友 这罚球有些可惜 嗯 两罚一中 刘雨桐啊 也不保护这后掌篮板 我这就前面进攻了姐妹们 把球给进来 位置要的还不错 但是这球他女平没给 嗯 我觉得 自己来 裁判给了犯规 唐婷其实她的这个法拉命中率 还是比较OK的 非常高 很OK的 这几个法拉命中率都在90%多 是的 其实你看到的女篮姑娘们的这个法拉命中率 真的是每天每天对着篮就是拼命的练练出来 是的 而且很多人说 罚篮啊 你看罚篮能看出来一个人的天赋 嗯 罚篮看天赋 嗯 就是你的篮子 啊篮子啊看天赋 是 就是我再怎么练啊 我也练不到十名言那么准 哈哈哈哈 就是包括其实你看庞子婷也好呀 包括刘雨桐 她在身体对抗之后 出手找板的那个手感 嗯 那么的柔和啊 这也是一个天赋非常高的球员 三分的分差啊 两把全中 美食他这段时间打得不容易 熊克军 看到哦 还是要一个中距离吗 如果那个位置是 哎就回来了 我的天哪 这个真的是极限就球啊 三分的分差了 哎李双飞前场 没打算自己突进去啊 还是等刘雨桐回来 第四节开场之后 清华这边几乎没得分啊 嗯 唐子婷进来了 上篮打进 唐子婷在 真的是在最后一节 可能这个时候就是球队最需要 是的 有人站出来的时候 再次把分差拉到一分 第四节开场之后 呃 要个暂停调整一下 你看唐子婷其实鞋带也开了嘛 这个时候大家的各位的体能啊 都达到了一个临界点了 是的 而且昨天各位也在看到了这个广东啊 这个重新的这样一个大逆转 是吧 我觉得大家一定也相信 虽然说比赛到现在 北市大应该还没有一次反超 哎但是机会来了 好 好像是 全场的第一次领先 是不是就是这个球 哎呦可惜了呀 我这时候就是不能放你啊 清华这边打得也顽强啊 是啊 施明延三分 没劲 没能打劲 蓝板保护下来 那是这个机会了 就是这个机会 就是这个机会 就是这个机会了 这时候熊中仪来了 三驾马车的最后一驾 能不能有所表现 还是没能打劲啊 这个这两个回合 两边的这个进攻 其实都有一些停滞 看看宗格金能不能把节奏稳下来啊 嗯 要一个外线的掩护 和孙家门之间的配合 一打一 直接三分 感觉有了 就是主啊 这就是 这就是COBA女子组比赛当中的篮球之神 我的天哪 这个空心入网 真的是毫无悬念 关键是 关键是 这不是任何的机会 就是个人能力的一打一 外线投进了 哇 我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 现在呢 宋格金在COBA这一届的女子篮球的明星榜上 已经排在了第五位 哇 这个三分球真的是太夸张了 差 断下来了 李双飞能不能还一个 三个还一个 哇 来了 三分 我的天哪 还是一分的一个分差 感觉李双飞是不是磕着了应该 啊 这时候这个李双飞啊 已经不在乎这些了 啊 三分进了 哇 哇 双方一人一个 李双飞这球啊 空位 啊 面对着补防上来的宋格金说 你看我也行 我的天 这就是联盟的后卫之间的一个争抢 一分的分差 五分钟的比赛 究竟鹿死水手 究竟谁拿这一届女子组的总冠军 哇 真的是两方都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来到这个赛场 而且在今天 你是让我们看到了足够精彩的比赛 哇 我只能说 他们的发挥和表现啊 远远的超出我们所有人的预期 没错 哇 这个太帅了 真的是太帅了 真的是我觉得姑娘们都太厉害了 姑娘们真的太棒了 哇 在这个赛场上 大家可能以后啊 反正我自己有的时候 在跟待会去球场玩一玩的时候啊 就感觉到我想认个三分怎么那么难啊 但是来到这里 我们虽然通过电视转播的这样一个镜头 通过这样一个俯视的一个视角 觉得这个弧度好像显得非常的容易 但其实这每一个三分球 凝聚的力量 凝聚的汗水 凝聚的泪水 都是他们在幕后所付出的我们常人不该想象的 我觉得这个节奏打到后杆啊 说不定又是像三四名决赛这样 要出现绝杀呀 我的天哪 石敏妍 我现在看到石敏妍这个名字我会有点害怕 我看这个无钱吧 也是33号 又是三分 没进 篮板 刘宇彤保护下来 呃 北师大要把节奏啊 稳下来了 上一次一分的分差没有能够实现反超 看一看这一次 今天这两个队的主力队员都没怎么休息过 你说容易 刘宇彤几乎打满全场没有休息过 刘宇彤打进 反超了 反超了 北师大反超了 清华这边怎么回应 现在清华大学领先了35分钟之后 第一次陷入了落后的局面 哇 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 石敏妍要半截板 没进 清华大学这时候要冷静下来啊 看一看球还是要过宋柯欣的手 我们看刚才刘宇彤做了一个手势 意思就是大家慢下来 把这个节奏啊 找到我们自己的节奏 慢下来慢下来 双方多达民主率今天都非常高啊 达到了40%以上 再给刘宇彤打内线 还有 我希望大家真的把这个掌声啊 这部666真的要送给大宝贝留一头 是的 石敏妍万线三分 哇 75平 大心脏石敏妍中三分 打平了 太好看了 这真的就是 大家发现啊 中国篮球越来越好看了 是的 是的 这就是我们大学生自己的联赛 这就是我们的CUPA 哇 75平 刘宇彤再打内线 这个是给到李双飞救下来这球以后 哦 裁判给了一个犯规啊 这个犯规也让我们所有人都平复一下情绪 哇 真的是刚才犯罪施命严那一球 我回应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打不太棒了 哇 这个阶段啊 双方真的是有来有回 死消彼长 在球队进攻停滞的时候 每一个球队都有可以站出来的人 带领球队完成进攻端的重任 刘宇彤 怎么说 再给到内线 刘宇彤啊今天放你了 我还有 在内线欲取欲求 所有的欢呼都为了犹豫头而来 注意啊 清华这边怎么说 施命严要求了 又是三分嘛 篮板的保护啊 公表这篮板很关键 孙嘉文撤出来 中远距离投篮没进 这个时候我觉得 北师大很聪明啊 把节奏慢下来 因为毕竟第四节还有三分半中 没错 而且现在是领先着两分的一个微弱的一个优势 李双飞 突进来以后要一个漂亮 李双飞 关键时候也做出了贡献 没错 在今天李双飞 我们也能感觉到是带伤出阵的 清华落后四分了 全场他们没有落后这么多分 这个时候 宋克欣的上篮没进 唐紫廷把这个篮板保护下来以后 又是北师大的球军进攻的机会 哇 北师大正在向他们的第八个金篮板 发起最后的冲击 我总感觉现在好像胜利的天平 现在开始偏向北师大了 但是也希望朋友们把双方的加油 都发出来 打在公平上 我真的太紧张了 宋克欣的抢断 我们看刘宇彤也累啊 这个球我相信刘宇彤不是有意的 因为她在身体出那个动作的时候 她的体能已经不足以控制她的身体了 没错 你看她往前倒了 其实刘宇彤是收了的 在这个时候谁都不希望 其实大家在场上是队友 场下是朋友 到国字号的球队还是队友 对 还是队友 对 队手队友 来回的转变当中 但是大家都不希望有受伤出现 是的 最后三分钟的比赛 刘宇彤已经累得不行了 我是觉得在这个阶段呀 究竟啊 谁获得比赛的胜利还真不好说 但是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点 就是比赛在五分以内的分差 进入到最后的三分钟 刘宇彤得41分 进入到最后的三分钟 就是看双方的球星 这边就是刘宇彤 这边就是宋柯欣 最后的三分钟 一定会成为两边 二十三号之间的对决 哪边的球星 我觉得其实这一个也真的是 今年我们对阵的双方 金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 这两支球队不仅仅是球 球队的这边的体力非常之后 而且文化体力也脱深 是的 我觉得可能 这就是我们女篮实行 这个体教结合之后 线上这么精彩的比赛是一个最好的体现 你看刘宇彤刚才应该是碰到了这个宋柯欣之后 自己的头也是撞了一下 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时候 所有人的体能也已经到达一个灵界点 这个时候支撑他们的真的只有信念 只有热爱的 宋柯欣31分 六篮板实助攻 大宝贝这边刘宇彤打41分 41分半数以上的得分 都是来自于刘宇彤一人之手 是的 4分分担 师范延进力气3分之后 起速度了 清华很久没有得分了 应该还是要给宋柯欣写些失误啊 刚才 跟你说 这宋柯欣怎么说吧 他这个时候有点不知道怎么给 因为内线没人了 进攻打死了呀 这个球手说很勉强 篮板 前场球 北京师和大学的前场球 给了北师大这边的球选 对 因为孙嘉文 刚才应该是争抢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 4分的分差 北师大这边其实就是力争 把每一个24秒打完 然后打成功率 耗时间 没错 就像佳晨说的 他们离自己的第8个金蓝板 越来越近了 没错 给了一个进攻犯规 是吗 这球是不是裁判找一个哨啊 但是其实我们发现 我们的助理教练 也已经是非常的 对这个吹法有一些意义 赵雪彤啊 赵指导也是 对这个吹法显得有一些无奈 还是把目光回到比赛 2分钟 4分的分差 4分的分差 宋柯欣怎么办 我感觉宋柯欣要投3分了 我感觉 宋柯欣这个时候就要自己来了 他给不出去啊 孙家文给底脚 这是一个大中锋在外线投3分 没投进 对 对于清华来说现在要得分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啊 北市大已经拿到48个篮板了 差一点 没劲啊 里面有点可惜 打反击 没事 多一下张静依 还有1分半钟的比赛 关键的时刻张静依 给刘宇彤打内线 依旧是凭借着客人实力 造成犯规 哇 这刘宇彤真的是 我真的是一点点都不在吹嘘 我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我觉得呀 刘宇彤真的是从头到尾展现出了这支球队 太厉害了 就是领袖的风采 太厉害了 我觉得今天啊 不论是在很多的方面 也许在起初 胜利的天平都不是往北市大这边偏的 但是到目前 凭着刘宇彤也好 凭着唐子年一个一个篮板的争抢也好 这每一步每一步都是北京市外大学 所有的姑娘们一步一步打拼出来的结果 他们正在向他们第八个金篮板发起冲击 我们也知道 邵廷 邵廷之前在北市大的时候 曾经代表着北京市外大学 拿了5年5个冠军 那这一次我们看到刘宇彤 来到了北京市外以后 会不会也带领着北京市外大学 冲击他们又一个冠军呢 但是对于清华大学来说 他们自从14年呀 转高水平之后 进入到一级联赛的女子组别的比赛 他们获得了19届的冠军 20届的冠军 他们在去年21届的时候 八经四就是输给了北京师大 他们今年第22届很明确 他们就是要复仇 他们就是要把金篮板再次带回清华 没错 所以最后的1分20秒 对于清华来说 他们一样不会放弃 你看刘宇彤有多可爱 闭着眼睛啊 也有可能是那个 因为已经打了太久了嘛 可能这个体能的各种消耗方面 对他来说 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所以你就看这个 就能知道平常姑娘们 拉体能拉的有多狠 是的我们来看一看刘宇彤的法篮吧 这个时候的法篮非常的关键 今天5中3 41分8个篮板 一发没进 手感可能有一些影响 但不要紧 如果这球打进就是5分球 看看这一次的阀篮怎么样 两罚不中啊 不不没事没事没事 其实我觉得真的没什么 篮板球给了前场球 宋柯欣说呀 宋柯欣意思是这球不是打碰出去的 但是采放总坚决的给了前场球 到这个时候了 其实清华这边更着急 北时大又获得了一个14秒的进攻机会 张静怡这边给到刘宇彤还是内线的色 太轻松了 43分刘宇彤 大老伯太厉害了 6分的分差 孙嘉文3分 这一下就把分差再次的拉到了 仅剩3分 还剩最后一分钟 你觉得可能打架实吗 清华守了一个全场紧逼 我们先看最后一分钟的比赛啊 孙嘉文一整场没进3分 在最重要的时候 最关键的时候投进了一季三分球 我的天哪 你看其实 助理教练也是在场面一直示意大家 大家平静下来 对对对 但是别说他们就是解说的 我们现在也很难平静自己的情绪了 今天清华大队也是贡献了实际三分球了 进入到了最后一分钟的比赛 底角空位的机会 张静怡三分能攻打电 谁的 北十大的篮板 非常的快 呃 这边北十大故意来再打一个14秒 这时候跟你拖时间哪 我有领先的优势啊 李霜飞突进来啊 哇 哇 刘宜童前站篮板打进 太关键了 这一个球打进以后 又是把分差拉到了5分球 刘宜童那这个时候已经露出了笑容 哇 这个是大宝贝今天在这场比赛 全场文数不多的笑容 天啊 我觉得刘宇童的这一次二四篮板球 可能会直接决定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 哇 真的是我浑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从始至终从头至尾刘宇童 这个名字一次次的得分真的是帮助北十大从落后到胶着到反超再到稳固自己的优势 但是清华还有时间三十点五秒 他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快速的得分 两分也好三分也好 快速得分 手紧逼 看看能不能行能抢断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的刘宇童已经拿到了四十三分 投篮是三十二投二十中 二十中的一个投篮 这什么概念 几乎是给到内线以后 只要给到刘宇童 刘宇童都能打进 是的 不仅是凭借着他的身体的这样一个身体素质的一个优势了 更多的是凭借着他对于球感 更多的是他的球感 而且是他对每一个球的这样一个柔软 可以说是刚柔并肌的一个处理 是的 现在镜头对准了宋柯欣 因为剑场的摄影知道 我们的导播知道 接下来就是宋柯欣个人表演的时刻 没错 十四秒钟的进攻时间 他们需要快速得分 距离中场比赛结束只剩最后的三十秒钟 这一切都有可能啊 给孙佳文外线三分 没进篮板 北师大的篮板 我这样的话应该还剩全队最后一攻了 整场的最后一攻 清华这边犯规了 可以说清华打了一场的好球 在第四节的后半段 这对于清华大学来说 可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今年对他们来说 是的 这应该是 这应该是 四秒的时间内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接下来还是北师大的前场球 这边清华 篮板抢到了 六分怎么样 要先快速得分吗 宋柯欣的速度太快了 三分 没进篮板 北师大的 那应该这场比赛啊 大局已定 北师大成功未免 我这一场比赛 我们在之前说了 永远不要低估一颗总冠军的心 在所有的比赛 在第三节的比赛 三节的比赛一直落后的情况之下 北京师大大学依旧是稳扎稳打的 在一步一步的走下去 反观到清华大学 今天真的是给我们带来的整场好球 是的 我们在恭喜北师大的同时 要把掌声送给清华吧 没错 姑娘们很努力 做得很出色 我们看到了每一个人的精彩的贡献 但是这就是体育 这就是竞技 这就是我们的CUBA 我们最后还是要恭喜北京师大 获得了第22届CUBA 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 女子组别一级联赛的 全国总冠军 恭喜北京师大 再次把掌声送给北京师大大学 其实我刚才在中间解说的时候 我也说了一句话 我说流水不争先 争的是滔滔不绝 今天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师大大学 很多的后起之秀 都一次又一次的验证了我说的这句话 他们在球场上的每一次拼抢篮板 每一次三分出手 每一次中距离的出手 每一次突破上篮 包括宋克欣今天整场的一个无解的表现 都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叫做希望 CUBA联赛是一场属于我们中国大学生 所有我们自己的联赛 而且在这一年又一年的比赛当中 我们也是看到了所有人的进步和成长 大家看一下全场的一个数据统计 北京师大大学今天拿到了53个篮板 拼得非常的凶 在篮板球上领先了14个 其他的数据上 其实大家都是大相径庭的 只有在三分和快攻得分方面 清华大学是全场领先 但是如果这项统计有内线得分 那么我相信北师大一定是遥遥领先的 因为他们今天23号首发中锋 叫做刘宇彤 没错 这时候我还想说的是另一支球队的23号 就是宋柯欣 我刚刚看到了宋柯欣那个不甘的表情 我相信这一定会成为他继续努力成长进化的动力 我们看到其实李紫南教练在场下也是感慨万千 其实当所有的姑娘们在球场的最中央 所有的姑娘们围成一团正在欢呼正在呐喊 正在起急而泣的时候 我的眼泪也是不禁的泛起了泪光 今天这场比赛太精彩了 是的 前方应该正在准备最后的颁奖仪式 我们来看一看刘宇彤这场比赛精彩的表现 33投21中45分9个篮板 我现在希望在满屏 我问一个问题 如果这场比赛评选最有价值球员 评选我们的最有价值球员 你们认为会是谁把他的名字打在公屏上 刘宇彤在未来 我觉得他应该不只是作为COBA的核心球员 他更重要的应该是以后 也会在职业赛场上发挥走得非常的好 因为我们也看到刘宇彤的成长 有的人在他刚刚入到我们的联赛的时候 说他是凭借着自己的身体优势在打 没错 这个身材优势 身体优势的确是他与生俱来的 但是后天的那些努力呢 在拼抢到在球给到内线的时候 他就能球球都进的这样一股子勇气呢 我觉得这其实都是后天每一次坚持不懈的努力 和每一天的锻炼所得来的 对 镜头再次给到刘宇彤 我觉得刘宇彤现在左胸前印的COBA的logo 用不了多长时间 我们再次看到他的时候 就会换成五星红旗 我们看到刘宇彤 他其实大家都喊得很大宝贝 但是在场下 他真的也只是自己父母心中的小宝贝 在去年总决赛结束的时候 我看到爸爸妈妈也去到了现场 当他抱着他爸爸喜极而泣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姑娘 值得我们所有人去喜爱 值得我们所有人去欢呼 更往深的一层说 家长接你的话 我觉得刘宇彤用今天的发表现 印证了可能 以后她是我们中国女篮 中国篮球的宝贝 没错 而且今天的宋柯心 看个子小小但能量大大 我觉得掌声要送给宋柯心 她从开场到最后 也是拼尽了自己的权力 无论是关键时候 自己一高人胆大的三分命中 还是串联了队友 我觉得宋柯心今天的表现 也可以昂起头走出体育馆 没错 包括孙嘉文 包括郭沐阳 包括石铭妍 包括石铭妍 今天他们的表现都太精彩了 现场的颁奖仪式 应该马上就要开始吧 走向郭沐阳 郭沐阳 萌军 秦先生 偶尽 张铁ος 郭沐阳 有奇方 好 秦清 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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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正在颁发的是最佳教练员奖 给到的是决赛双方的助理教练 其实年轻教练员在比赛中的帮助 包括在日常训练下的帮助 都会让我们年轻的球员成长得更快 这个最佳教练员其实也是一种肯定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年轻教练能够投入到我们校园体力当中 和投入到大学生的日常训练当中 让我们的学生体会变得更好 接下来要帮他听门也就是最佳新人讲 去年的刘雨彤就达到了这一种殊荣 非常多兴许 尊者的最佳新人讲 这边是给到了 孙嘉文 孙嘉文 作为一个两千年的小奖 来自于西安交达苦衷 我们看领奖的时候 好像眼泪还没擦干 但是没关系 记住这些眼泪 记住今天晚上输球时的这种不干 带着这种不干 在以后的训练当中继续努力 我相信有一天 孙嘉文会带领着清华大学 拿下金蓝板 会捧弃那座最佳价值球战的奖略 没错 去年站在这里的是刘雨彤 他用他的实力 用他的基本证明了 他只能配得上这个最佳新人讲 我相信孙嘉文今天的表现 包括说未来的表现一定会越来越好 也希望各位可以给予中国米兰 可以给予中国大学生 更多关注和加油 来了 这应该是Sporting的金球奖 最有价值球员 给到的是刘雨彤 今天的表现真的无懈可击啊 作为这样一个北师大 可以说人尽皆宾的一支球队来说呢 刘雨彤在里面的表现非常突出 而且他的这样一个 现在他的这样一个位置是无人可泄的 45分啊 最有价值球员 东中文贵 配得上这个称号 不仅是MVP也是FFVP 是的 今天在场上的这个表现 可以说是对得起大家 给他所有的掌声 也对得起 大家 你看唐雨彤高兴的 感觉比他自己还高兴 是的 再把这边据到的 最佳新人 下面颁发的是斯波林金球奖 金球奖 这边是直接颁发的是最终的一个冠军的奖项 应该是领奖牌啊 北京师分大学的所有的女蓝队员们已经站上了领奖牌 包括女蓝教练 包括主教练 包括为球队啊 新一天付出工作 这个奖项属于死亡 因为在疫情之下 其实队员们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去训练 在家里也是进行视频的一些拉链 拉链体能 来了斯波林的金球冠军 这是属于北京师分大学的第八个竞篮板 就是他的第八个冠军 是的 而且今天我们看到李仪小姐姐也穿了内蒙古的传统服装 是的 也是特别感谢内蒙古师分大学这次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这么漂亮的场馆 这么好的一个场地 让我们大家可以看到COBA复赛 是的 现在是翻发奖牌的环节 就是这个时候你会看到换上了翻奖服的姑娘们露出了最应该属于他们这个年龄的最美丽的效果 没错 但除此之外我觉得大家也要关注到的就是不仅是厂照效果也有厂下的汉水 还有就是现在可能正在看着进行颁奖仪式心中略有不甘的清华大学的女人 是的 这可能对于他们来说是最好的一次机会 在已经在去年看着总冠军被北师大拿走以后 他们又在今年在总决赛赛上吸附北京师分大学 我想着他们可以带着这一股子不甘带着这股子永远有着这股子对于来自然这个机器 对 希望他们可以用法这个勇往直前 我希望他们能够在明年的比赛期许发起 哇 金蓝板 第22届CUB女子组冠军奖杯 这个蓝板超级沉 但是这一份沉重的命连 这个重量凝聚着所有人的汗水辛苦复苏 来吧 金蓝板已经抱手让我们再次恭喜北京师分大学 掌声送给他们 冯姐要送给他们最好的对手清华大学里来 哇 他们把属于他们的冠军奖抛到了专攻上 这一步 他们可以去享受胜利的喜悦 冠军的中光 你看这个球 在场上他是一个无人所党的好球员 在场下他也只是一个19岁 刚入大学两年的小板 是的 大家要最后拿着金蓝板啊 和我们的各位领导嘉宾来一张大合影 第22届CUB中国大学上的球技纪连赛 全国总冠军属于北京师范大学 他们成功未免 他们的8年金蓝板已经被他们拿到手中 新一代北京师范大学的领军任务刘宇童带了一个球队 在他来到北京师范大学的第二年就已经拿到了两位冠军 所以我相信在未来还会越来越好 当然了 到尽头回续到金蓝板的时候 我相信在这空下 清华大学的女王的姑娘们一定 非常不适合 我觉得刘宇童现在在金蓝板旁边 就是开心的向着台 其实看着女王的姑娘们 就真的是 发自内心的享受一些笑容 因为姑娘们也真的是非常的可爱 在平常训练的时候也做苦也努力也用心 哇 这金蓝板应该挺沉吧 很沉 你看刘宇童也拿着很费劲 再来在内蒙古师范大学的主场 留住他们最美的笑容 来下一张冠军合影 这也是他们青春最美的印记 他们的首饰第八个冠军 北京师范大学女子组别的第八个CUPE全国总冠军 而且刘宇童 唐子平 包括熊仲宇啊 在这个CUPE的女蓝比赛结束之后 应该也就要进入到国家队的集训当中 还有清华的宋柯军 他们就要进行到 接下来对战东京奥运会的一些准备当中 是的 其实我们也希望啊 CUPE的女子组别的球员们 能够有更多的人才向我们国子豪的球队输入 那我们现在看到现场的这样一个情况之后 我们也再次的回到我们的演播室 欢迎回来啊 我觉得我们很有幸在今天这样一个晚上观看了这样一场史诗级别的对决 第二十二届CUPE女子组别的比赛已经落下了帷幕 但是第二十二届CUPE的比赛的精彩才刚刚开始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一直到8月29号 我们都会持续为您带来第二十二届CUPE的解说转播以及报道 没错 所以说各位呢在8月16号开始啊 也可以来关注到南岚的比赛 那除此之外呢也是还想跟大家道一句感谢 因为这一次的比赛 准备筹备过程当中一定遇到过千难万足 大家都一一的挺过去我想道一句感谢 除此之外呢感谢各位在女篮复赛这段时间来呢 一直以来观看我们的比赛道一句感谢 再最后的一句感谢 我觉得是要给我们所有的女篮姑娘们 感谢所有的女篮姑娘们 嘉诚道了感谢呢我就道一声恭喜吧 恭喜北京师大获得了最后的冠军 当然也恭喜那些倒在最后决赛门前的清华 倒在四强的天才中国矿业大学 像这些球队我恭喜他们获得了更多的宝贵的精力 在以后能够有所成长 无论如何这都是我们在青春在CUPE的赛场上 在大学校园中最难得可贵的收获 没错那今天这场比赛也是非常的精彩 所以说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精彩的集锦合集 我们来看一下 中文字幕为奇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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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